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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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决定了吗? 就算任務完成了 我也想留在地球陪著方了 小伯伯 如果 你想要回到母星去維修系統的話 你只能讓十一帶你回去了 那我是不是 就再也見不到你了 那我不走了 不就是使用不了超能力嗎 我是你的智能秘書 你不走 我也不走 都不走 我也不走 小琪 我問你啊 你現在算得上是我們星球 第一個愛上地球人的性命 違背了法規禁令 你心裡不害怕嗎 其實 有一點點害怕 但是我想到 有方冷在身邊的話 那其實 所有的害怕都不嫌 笨蛋 等你有喜歡的人就知道了 喜歡是一種什麼感覺啊 我來告訴你 喜歡一個人會心跳 蹦蹦蹦蹦蹦的加速 你的臉會特別熱 會發紅 然後頭皮也會發麻 就跟 跟你那個CPU壞掉的感覺是一樣的 這個程序 難道 是因為方列 是嗎 明天見面 有事找你 主人 這個時候 不是應該要說服陳小琪嗎 為什麼要聯繫方了 明天之後 小琪就會認識她 她所謂的愛情 不過是一個地球人 想要利用另一個人的時候 所設下的騙局 江總特意約我見面 應該不是對業務感興趣吧 方總是個聰明人 這樣我們就可以省去 很多果案抹角的時間 和小琪分手吧 我預想過你作為情敵 肯定會有自己的手段 但我沒想到你會這麼直接 那我也可以直接地回答你 不可能 你知道嗎 要是你知道所有事情的真相之後 你就會覺得你現在的堅持 特別的可笑 什麼意思 重新自我介紹一下 我的真名叫做吉利斯布拉達卡奇卡奇十一號 是個開普遁星球人 用你們地球人的話說 我是個外星人 我是個外星人 跟小琪有什麼關係 你還不明白嗎 你自以為深愛的小琪 她的本名是吉利斯卡 求索拉卡拉卡七號 也是個外星人 她打從一開始來地球就是為了接近你 利用你 推到荷爾蒙族 不管是一開始接近你 不管是一開始接近你 還是到現在 還和你在一起 都是為了任務 勸你放棄也是為你好 因為小琪 根本不愛你 好 慢走不走 不知道穿這個小裙裙她會不會喜歡呢 這麼好看 肯定喜歡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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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怎麼樣 好看嗎 你以為有什麼想說的 你愛我們小琪 這麼突然 天哪 我換個衣服這麼嚴重 你說什麼呢 這 這種話 怎麼好意思當這麼多人的面說出來 超愛你 真的愛我嗎 真的呀 怎麼啦 那你的任務呢 什麼任務啊 我在這兒等你好久了我好餓 你先帶我去吃 楊十一都跟我說了 對不起 自我一個外星人 同志地球是我的任務 全愛的怎麼了 我這右眼啊 今天一直在挑 我總感覺 有什麼事情會發生 那 他 跟你說什麼了 嗯 其實 我 一直都想告訴你來著 但是就是沒有想要怎麼跟你說 沒想到 他先跟你說 所以他說的都是真的 嗯 我來到地球 然後遇到你 又去到公司 確實 一開始 是為了任務來著 但是現在不是了 我說喜歡你 說會一直陪著你 這些都是真的 你是不信我喜歡你啊 還是 你搞什麼星球騎士 覺得我是個外星人 你會介意啊 外星人挺好的 那如果我介意呢 你會離開我 不會 當然不會 我從一開始就決定了 要一直跟你在一起 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我都不會離開你 如果你要跟我分手的話 我一定會把你重新追回來的 真的真的 我知道有點難以接受 我也知道你現在肯定心情很複雜吧 那我 先不打擾你了 我先走了 你 不管今天你是地球人還是外星人 我還是喜歡小小琪 不過 大體廣眾之下 做這個不太好吧 我就是想問你 你剛才說的一切 要怎麼證明 還不相信 準備好了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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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這個呢叫做瞬間移動 可以瞬間移動到你想要去的任何地方 怪不得你每一次都能閃現到我的面前啊 但其實我也覺得沒有那麼厲害 帶你看更遠 不要緊急 嗯 我 我 你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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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你帮你帮我吧 只走 轨的弯就到了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我 厉不厉害 看好喽 然后再看好喽 爱的光 不 厉不厉害 好漂亮啊 我这次能力使大了 有点鲜艳了 这个情感系超能力 是专门针对地球的 只要中招的人呢 就会喜欢上对方 就会心动 我跟你说 客人那里的兰花 就死我干的 还有你那个花圃也是我干的 还有周董周太太 就说了 但这招为什么对你没有用呢 当时 不过这样也好 如果对你有用的话 我可能早就完成任务 然后就飞走了 这样就等不到你喜欢上我 这应该说明 你注定会留在地球 我也注定会喜欢上你 嗯 真真 怎么每次都这样 不知道 吃饭去 能力用太多 我饿了吗 哎 还要堵多久啊 哎呀 再堵下去餐厅关门了 吃不到好吃的了 我感觉前面应该出社会了 啊 不然不会这么堵 嗯 那要等很久吧 嗯 哎呀 肚子都病了 后面堵得好夸张啊 嗯 嗯 快了快了快了 嗯 然后呢 嗯 我 前面那车哪儿去啊 哇 啊 这 我这太 哇 我 小青 到上面来就不会堵车了 小青你太厉害了 哈哈 你看一下下面 我不看我刚刚看了 你再看一眼 看一下 哇 哈哈 呜 哈哈 太高了 哈哈 小青你太厉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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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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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装到星星了 哈哈 哈哈 好漂亮啊 漂亮吧 嗯 主人 监测到柴小七大范围使用超能力 你 看来他们没有分手 天地 如果我继续拆散他们的话 小七一定会讨厌我的吧 主人 您是想放弃了吗 现在放弃的话 小七一定会受到母性的制裁 那才是最坏的结局 我宁可被他讨厌 我也一定要救他 小七怎么还不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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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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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休息了 嗯 干嘛呢 一直站着 嗯 你怎么了 嗯 小七 嗯 看着你最近总是跟方冷在一起 我就总是认不住想到方黎 怎么这是 嗯 你是不是喜欢方黎 我不知道 小七 你是怎么确定自己喜欢方冷的 嗯 我对他的喜欢 应该是慢慢累积出来的 我自己之前也没有意识到 我什么时候喜欢上他的 哦 直到那一次他失忆 我才意识到 我好担心他 而且特别害怕他会忘记我 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确定 我一直都很喜欢他 可是方黎没有失忆着 我可能永远也检验不出来 自己到底喜不喜欢方黎 嗯 我想想啊 啊 我们来玩个游戏 嗯 我就知道了 你现在放松什么都不要想 放松 呼吸 我说一个词 然后你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关联词 你把它说出来就行 嗯 吐气 放松 太阳 能量 阴天 发霉 蛋糕 布丁 乌龟 冰块 小七 朋友 方恋 男朋友 我 你喜欢人家哦 小七 可我是机器人啊 机器人也能拥有爱情吗 为什么不能 为什么 可以啊 好 好 你没事吧 嗯 没事啊 刚起来 准备叫点早饭 什么早饭啊 现在晚上十一点方恋 嗯 那我接着睡了 有事明天再说吧 诶 等等 你上一次出门是什么时候了 哦 提交比赛作品之后吧 我一直待在画室里 本来想出去玩的 但不知道跟谁一起 赶紧睡吧 找时间带你出去玩 嗯 行 好了哥 小七 嗯 我们要不要直接跟方列说 其实小布她就是个机器人 嗯 小布其实自己还没有想好 要不要去坦白 要不我们还是尊重她的意愿 先替她保密吧 其实我跟方列说过 让她坚强一点 但我心里清楚有很多事情 不是靠坚强就能度过的 真没想到 这次她会这么难过 我可太开心了 我可太开心了 这 看起来不像很难过的样子 这什么 你看看 你们俩能帮我个忙吗 这是什么地方 我现在在星星杯美术大赛 颁奖典礼的现场 哎 这不是方列参加的那个比赛吗 她得奖了 嗯 这个她倒是没有说 不过那边展厅都是得奖作品 找找应该有吧 哎 哎 怎么了这是 这 这画 该不会是方列 得抑郁症了吧 这画怎么那么黑暗呢 这不是方列的画 哎呦 那你担心什么 我刚刚逛了两圈了 我都没有找到方列的名字 她应该是没有获奖 现在 公布星星杯美术大赛第三名 麒麟 她明明这么努力 第二名 围长之华 作者 唐砖砖 嗯 如果我当初 不只顾着自己的系统 我能够多帮帮她 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别尊心了 没什么事啊 第一名 我的灵感 作者 方列 嗯 嗯 快 有请颁奖嘉宾颁奖 方列是第一名 哎 前三名的奖是单独展出的 谢谢 我好好记得坏了 方列您好 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您创作这幅作品的创作历程吗 在我创作最迷茫 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有一个女孩突然来到我的身边 她给我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经历 也是因为她 我才能够夺得今天这个奖 我 你 她叫小布 是我的谬思女神 也是一个很酷 很可爱的女孩 冒昧地问一下 她是您的女朋友吗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在一起 但是 我好像犯了错 惹她生气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她能够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一次我一定不会搞砸了 你没有做错 是我骗了你 小布 如果 你可以再勇敢一点 方列就不会那么难过了 勇敢一点 请问这位小布女士 现在在哪儿呢 她就在台下 小布女士 您听到方列的告白了吧 如果您愿意原谅她的话 你可以走到台上来 面对面的告诉她 好吗 告诉她吧 告诉她吧 对啊 说吧 告诉她吧 说一下吧 告诉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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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布 干嘛 小七 你会不会觉得我特别懦弱 看方恋误会得那么难受 都没有勇气告诉他实话 你还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啊 我们星球上是不是有超级多的智能机器人 在那么多的智能机器人里面 只有你小不愿意成为我的朋友 一直陪着我 也只有你愿意主动陪我来到地球 陪我完成任务 不管以后发生什么 你已经很勇敢了 而且我要提醒你后 在地球上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已经很难了 刚好你遇到他又喜欢他 而且对方也喜欢你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可 可怕 万一我说了 他就不喜欢我了 怎么办 这个是你自己想的 你有没有问过他 你怎么知道他会说什么 对不对 我说我感觉你自己想的 等等 那你ого地家的 你自己想的 想的 小布他有可能會是機器人 哥 你覺得自己挺幽默的呗 范烈 我有話跟你說 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根本不是同一物種 所以你真的是一堆機器零件和程序代碼 所以你一直都在騙我 對不起 你怎麼會騙我 騙得好 如果不是你騙了我這麼久 我根本不會像現在這麼開心 這比我比賽的第一名都開心 原來你是外星機器人 怪不得你這麼酷 你真的不介意我是個機器人嗎 可是我沒有心臟 你相信用程序算出來的愛情嗎 你真的不嫌 你是外星機人 而願你 ble以為 你至於是 有準備好 我還差一件的事 隨後來 我可以不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小布 方烈 我在这儿呢 小布 你不是外星机器人吗 怎么变成乌龟精了 我的系统不稳定 如果突然升温 就会变成乌龟的形态 方烈 我喜欢你 所以跟你亲密接触的时候 会因为心动 导致温度中枢不受控制 所以你第一次在机场 看见我的时候 就对我一见钟情了 那是你想多了 那次只是运动量过大而已 应该是 你第一次摸我的头吧 我就忍不住心动了 都怪你害我心动 以后我每天都在变乌龟了 放心 我帮你想办法 干杯 好 好 好 小七和方冷 在经历了甜宠剧的 所有考验情节之后 终于两情相悦地走在了一起 小布和方烈 两个情斗初开的小朋友 在经历了分手 又和好之后 终于知道了 爱情的得来不易 而我和张医生 本来就是一段成熟的爱情 所以 肯定比你们几个靠谱多了 所以这一杯呢 我提议 我要敬我们 在场的所有人 祝我们事业有成 爱情甜蜜 来 来 干杯 来 干杯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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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黎 帮我倒点果汁 谢谢 嗯 嘴巴 嗯 安妻 嗯 你看 儿子 这 这 哦 难道你们 不需要解释一下吗 对 对啊 魔术 柴姐 其实这是小七和小布 他們特意為你準備的一個 魔術表演 沒關係 我覺得 確實該跟柴姐坦白一下 柴姐 你還記不記得 上一次我們倆說 不該騙你是房東女兒那件事 但其實 我們倆不只騙了你一次 什麼意思 其實我跟小七 是外星人 我們剛剛使用的是超能力 親愛的 捏我一下 親愛的 你 捏我一下 你好可愛啊 你也好可愛 你才可愛呢 你才可愛 我最可愛了 你最可愛了 你最可愛了 柴姐 我們不是故意欺騙你的 但是根據開普敦的星球安全法 我們在地球上 是必須要隱瞞地球人的 像你這麼美麗可愛 大方又善良優雅的女人 肯定不會掛滿的 誰說的 如果你們倆真的是外星人 非洲部早一點使用你們的超能力 這樣的話 可以幫我採採奶茶店 賺很多很多的錢 那我現在不是又多了幾個名牌包包嗎 不過 我怎麼可能生你們兩個小寶貝的氣呢 因為在我的心裡 早就已經把你們當成是我的親人了 好 開電 開電 我說你們倆還真是親兄弟啊 連操偶標準都這麼像 我哥喜歡的是外星人 我喜歡的是外星機器人 一點都不像 來 你們倆兄弟都是初戀 這小七跟小不由都是外星人 你們溝通起來就 不會有代工嗎 什麼 我們家小七和小不也是初戀 四個都是初戀的年輕人 在一起 怎麼可能談得好戀愛呢 不如 我帶你們去做個遊戲吧 這個遊戲的名字呢 叫做一口同心 專門考驗兩個人的默契度 我問一個問題 你們兩個要迅速的同時回答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小七最喜歡吃什麼 炸雞 那小七第二喜歡吃什麼 火鍋 那麼小七 最不喜歡吃什麼 沒有 沒有 什麼都愛吃 不過現在我可要增加難度啦 小七 一共摸過方總 幾次胸肌 七次 七十八次 小七 什麼時候的事 在你睡著的時候 我不會喜歡小七 下一個問題 方冷 最喜歡小七 給他做的哪一款香水 這是你愛的 外冷沒熱 你不喜歡荷爾蒙香水 那些荷爾蒙香水 其他人都能買得到 但這款香水 是你專屬給我調的 只有我自己 開心 方冷 第一次幫小七說話 是在什麼時候 同時以為我偷了荷爾蒙醋的時候 做健身房直播的時候 當時做直播的時候 很多彈幕一直質疑你 我就直接懟回去了 我想起來了 你不會就是那個 直播的時候刷了很多禮物 那個 冷冷的冰雨 每當你在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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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发了藏匿的回忆 画面尚未唤醒心跳 我多怕会忘记 你是我想碎的理由 成心里的牵手 唯有你轻握成本宫 让我跟你这风也一样 执着 哪怕当流失控 故事在从头 我不忘你眼中 山脉的温柔 爱上你原来 想要拥有你瞬间 忘掉你偏偏却需要 永远 真心会是终极的保留 那是我变无太久的拥有 哪怕当流失控 故事在从头 我不忘你眼中 山脉的温柔 爱上你原来 只要拥有你瞬间 忘掉你偏偏却需要 永远 爹 天儿 演员